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行 我是孟琪 今天是端午廉价的第三天 高雄市长补选也是打得很火热 陈其曼的行程照样是排满满 完全不敢松懈 而他的对手国民党的李梅珍 现在被形容是小韩国瑜 但是现在传出 蓝颖很怕沦为小三 也就是说很怕选输民众党的无意证 听说现在朱立伦要出招了 想要转战台北市 来牵制柯P在南台湾的布局 其实柯文哲柯市长的野心 大家都看得见 因为他不断从国民党拉清明党来挖人才 蓝颖的选票会不会因此大失血呢 另外我们要关注到的是 中国的三峡大坝很有可能面临溃体的危机 而且现在已经有专家提出警告 要六亿人做好逃跑的准备 回到台湾的部分 卢秀燕管理的台中市府 现在为了这个中火二号机重启的事情 杠上了台电 而且还扬言要重罚 好 到底小燕子跟台电到底谁是谁非呢 等一下我们会有更完整的讨论 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欢迎的是政治评论员张明佑 主持人大家平安 好 再来欢迎的是民进党台中市议员周永宏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再来欢迎到的是我左手边 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叶元支 孟琦好 大家好 好 再来欢迎的是社运工作者杨宗理 孟琦好 大家好 好 最后我们要介绍的是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 张宇韶 张老师 孟琦好 大家午安 好 大家好 我们要赶快先来看 今天是端午廉价的第三天 好 投入高雄市补选的陈其迈 行程排满满 但是这个柯P柯市长酸他是被淘汰的人 陈其迈怎么回应呢 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报道 面对台北市长柯文哲 一个是被淘汰 一个是被罢免的酸言酸语 陈其迈一反政治人物的雄辩 承认失败 也允诺跌倒了要再爬起来 我想选举输了 有错误的 当然我们要反省检讨 那我也希望说 选输了 跌倒了 失败了再爬起来 至于外界认为 补选的一大困难 就是投票率低 尤其被看好的一方 要如何说服支持者出来投票 陈其迈也强调 他会用上山下海用尽力气 让选民看见他的决心 努力的跑认真的跑 不管这个上山下海 我都全力以赴 还有麦粉 从关心陈其迈秀丽修长的手指 到因为陈其迈在美浓飘飘河 又露出了白皙小腿 陈其迈也不忘强调 请关注他全身上下 代表着是最适合人选的特征 这个不只要手脚并用 还要肚子要有方法 有策略 脑筋也要能够很灵活的 跟国际接轨 陈其迈绝对是一个 从头到脚 最适合的市长候选人 陈其迈在2018年拜选后 从内敛冷酷的型男 转变成了亲切含蓄的暖男 再加上行政院副院长的历练 如今的圈粉能力早已不同以往 再加上上山下海来者不拒 十足展现狮子扑吐 全力以赴的决心 陈其迈的行程这几天 真的是上山下海 我们在请教张老师之前 我们先来看 今天三位候选人的行程比一比 先来看到陈其迈的部分 早上去制红池 中午要到余会市场 下午又要到左营的黄昏市场 去拜票 这是民进党的部分 接下来看到国民党的部分 李梅珍 今天好像只有早上出席 这个许昆元议长的功绩 接下来目前媒体好像就没有收到 其他公开的竞选行程 另外一方就是由民众党代表了 吴义正 他今天清晨大概六七点的时候 在高雄的关帝庙 是柯P去帮他助阵 稍早我们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也收到了一个采访通知 就是今天柯P大概晚上八点钟 要陪吴义正到瑞丰市场去扫街 好看起来连民众党的行程 都比国民党的还要多 张老师这要怎么解读 我先说现在李梅珍的策略 对国民党的考量是什么 但非常有趣的地方 这里面就有利弊互建 或是那些风险 待会来谈民众党 再来谈陈其迈 其实国民党基本上分两种路线 第二是说在高雄补选的这一局 高调处理 打蓝绿对决 干脆把韩本跟韩董 韩国瑜李嘉峰通通找回来 这是一种策略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有办法塑造蓝绿对决 便是罢韩延长赛 同时可以把民众党给边缘化 因为这样蓝绿对决就会气饱 可是这种策略也有风险 第一个先从民众党的角度来看 他们就在打垃圾不分蓝绿 或者是说老是分蓝绿 其实我必须说 这种自以为没立场的人 其实新中草最多的立场 有台个节目叫做 什么无色绝集 搞了半天背后根本就蓝色 或是红色 第二个我是说国民党风险在哪里 你蓝绿对决 基本上你是不是想要换起 过去罢韩延长赛 或是高雄的这种返韩的能量呢 这是其一 其二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人事任命 本来就有很大的争议 到底是不是高雄人在地的观点 这有很大的问题 我之前就已经写过评论说 这个李梅珍的出现 有很多的问题 考量都不是高雄在地的利益 而是台北的观点 怎么说呢 第一个韩国瑜因素 他爸爸跟他自己呢 就是标准的韩粉跟韩国瑜的支持者 所以风险其一呢 是不是再度唤醒 代理人的这个形象 这是韩国瑜跟韩粉的考量 将其成害怕被韩粉出征 或者是呢 忌惮韩国瑜的政治能量 虽然韩国瑜现在处在 暂时关机休息的阶段 第二个是什么呢 这根本是派系利益的考量 打着好像形象清新的幌子 但骨子里呢 都还是传统组织动员啊 或是呢 公庙系统啊 社会民间组织啊 的一种套路嘛 所以这还是在地的什么 派系利益 盘根覆结 人际关系网络的一种结合啊 这是派系的考量 未必是高雄的考量 第三个是什么 是中国的考量嘛 这个李梅珍呢 跟他爸爸典型就是 九二共识利益之下的 农业买办的这个利益代理人嘛 他也因为农会的系统 跟中国签MOU啊 反正呢 到时候一起被检证啊 MOU啊 都是假 都跳票没做到 但是呢 我们都知道 人民网啊 居然把李梅珍的婚纱照 都PO出来 全台湾议员啊 这么多 为什么只祝福他 跟中国的关系啊 异于言表 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为什么永鸿兄结婚的时候 人民网没做这样的报道 跟祝福呢 那就差别啊 只在于啊 中国因素的高跟低 多跟寡嘛 第四个是什么 这还有江启成权力 布局的考量嘛 江启成要联任主席 这时候呢 跟韩国瑜的因素 是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搞了半天啊 你把高雄人当做宿家嘛 这样的一个人事提名啊 跟高雄在地 还有高雄人 对未来的发展 或者是呢 过去的这个韩国瑜啊 还是锁在一起 所以李梅珍的起手势 第一个我听了 讲了我就昏倒 韩国瑜过去做得非常好 他要把高雄市政团队 通通都请回来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韩规理随嘛 所以这样的策略 这样的策略 究竟啊 要塑造蓝绿对决的 可能性比较高 简单来讲 他要帮韩国瑜出一口气啦 或是呢 把罢韩呢 那另外130万票 他们说了嘛 130万没出来投票的 都是我的支持者嘛 这是李梅珍的消息 但我这个地方先下一个结论 他不过就是形象清晰 41岁比较年轻 他自己说的嘛 这位他比较年轻嘛 学历比较高 但骨子里啊 都还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就是 张荣卫的山寨版嘛 只是呢 张荣卫已经有县长了 有立委了 妹妹是立委 女儿也是立委 他复制啊 云林模式 那我先说啊 吴义正啊 我跟袁智会有点不一样 因为 袁智老是觉得 民众党是绿的 吴义正啊 是最挺两岸一家亲的 这也是最支持韩国瑜的 所以他根本是又白又红 跟绿啊 一点乖一点都没有 他也跟中国的关系肥浅啊 那国民党的挑战来了 人家吴义正是五连霸的议员 李梅真才三连霸 而且你能够连任 在地的高文说李梅真是 没有声音的议员 基本上左手是他爸爸 连行程呢 都是他的助理去跑的 也就是呢 他就是一个典型的靠霸族 所以呢 我还说国民党表演第五个 数位诸葛亮搞的一大堆 就是希望拿回年轻的票 结果呢 你又搞一个正二代出来 你是在打脸年轻人吗 年轻人的支持度 在25岁之下 国民党居然趋近于零 你找了一个呢 外表比较漂亮的女生出来 但是呢 大家Google之后呢 要不然就是人民网 要不然就是他爸爸的新闻 要不然就是他挺韩国瑜 北漂的那个影音的画面 所以说呢 李梅真啊 就是啊 李嘉芬的好姐妹嘛 就这么说就可以结案了 那吴义正非常简单的地方在哪里啊 来势汹汹嘛 因为他想要拉的票 绝对不是绿营的票 他想要拉的票啊 是瓜分 国民党投不下去的年轻人 或是呢 因为也有投霸函的 那些啊 过去是这个来营支持者的人 但是呢 遇到其他议题的部分 他觉得没有必要挺民进党的 所以呢 这个民众党的策略的考量 基本上就是柯文哲过去的 这种垃圾不分蓝绿啊 我必须要肯定叶迟啊 因为是遇到民众党的候选人的时候 哎 我有看到这个报导啊 这个民众党啊 之前合作不成 事后笑国民党也很烂 最后呢 袁芝啊 直接打脸他 啊你之前想要跟我们合作 现在说不很烂 啊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吃豆腐呢 在前 还是呢 放话在后呢 柯文哲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策略 他一直在讲陈其脉啊 带职参选啊 哦 苏德人呢 跑去台北 现在又回来 那我就问柯文哲啊 你现在啊 是民众党的党主席 还是台北市的市长 你自己的身份啊 都搞不清楚啊 我不是啊 在唱水晓 哦 或者是啊 不是对台北市的公安 有什么意见跟想法 美市啊 柯文哲啊 跑去嘉义看什么日换食 哦 或者是呢 跑去呢 外县市的时候呢 你刚刚好啊 台北市政啊 就会出包嘛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讲的话 是讲给民众党的听 还有讲给那些呢 哦 将来越越遇事 我对国民党来讲 最后一个挑战是什么 如果国民党在 在这一次补选啊 选的啊 不如预期 不要说掉到老三啊 票数啊 跟吴义正差不多的时候啊 那么下一届有些议员啊 基本上就被带枪投靠嘛 这就是呢 民众党啊 现在超前步的箱嘛 最后也嘴句 待会那个 这个有关成绩 卖选战策略 大家都会做分析 我先从这两个挑战者说起嘛 最后有关吴义正的部分 哎 搞了半天呢 你是高雄在地的什么考量 我说嘛 什么考量嘛 搞了半天呢 你是帮民众党的2020跟2024年 现在市议员的选举 还有呢 未来立委的选举 还有柯文哲的总统选举 去做练兵嘛 再做拔装嘛 再做固装的动作嘛 想办法呢 利用这次补选的机会呢 来试个水温嘛 我还跟你说过啊 你又是把高雄放在哪里 最后啊 就有一个最简单的检证标准 这一次啊 一定又会有一到两场的市政辩论 我就看看呢 李梅珍跟吴义正 这两个宣称 高雄在地的议员 除了自己也代词参选之外 我看看呢 你们如何过去看韩国瑜 这一年半以来的施政 如何给高雄啊 未来中长期的规划 真金不怕火烈啊 李梅珍 不要再像韩国瑜啊 两年前的时候呢 只因为呢 孙大千给他十大金句 你要好好开始做功课 所以呢 今天你没有行程 我认为你可能在读书啊 至于吴义正呢 我想问你的是啊 两岸一家庆是不是 说你也认同 人禁或出发大财 或韩国瑜路线嘛 搞了半天呢 民众党就是一个 没有中心思想的 投机政党嘛 哪里有好处 他就往哪里钻 所以说呢 一方面说呢 垃圾不分蓝绿 但是呢 同时收了一大堆呢 蓝绿的二军 跟三军的政治人物 连谢力公他招强纳派 这时候呢 对了黄建廷呢 也啊 尤其呐喊 这样的政党有核心价值吗 柯文哲呢 跟陈佩奇最近火力全开 基本上就是在隐战 隐什么战呢 当大家讨论他的时候 他又装被害人 说1450又来了 或是说蓝绿啊 来围攻我 柯文哲 没有韩国瑜之后 你会很孤单的 为什么 因为过去你是倒数第二名 现在呢 你是道道弟弟的第一名 不要再说天下远见 这些也都黑你 你的施政跟民政党的表现 大家看在眼里 最好下的地方是 民政党 你们的全国党代表大会 什么时候召开呢 我也拭目以待 来民众党的布局 我们等一下再好好来谈 我们先来请教永弘 因为刚才听完张老师的分析 感觉上这个李梅珍在跑行程上 满有韩国语韩前市长的影子 因为我们先来看 其实陈其脉 大家已经说 其实你们就温赢了 但看到陈其脉 每天 这个行程还是塞满满 但是李梅珍 不论是今天还是昨天 从早到晚 这是媒体收到公开行程 都只有一个 永弘也是选举过的人 这个排行程有很困难吗 其实排行程其实不困难 除非说是没有人愿意去接见他 但我觉得大概没有这样的状况 不过我要提醒一点 其实没有行程 不表示他是在家里吹冷气 很有可能他是在拔装 很有可能在谈条件 因为事实上 国民党过去一向的这个 他的组织操作手法 确实是比民进党还要强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组织的能量 所以他很可能是 没有公开行程 不表示他没有行程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要 厘清楚 不要掉以轻心 尤其以他们家的背景 跟过去韩式选举手法 他就韩式的手法 就是第一个是 做这个媒体的声量 当然靠着某个特定的电台 媒体来支持他 另外一个其实都在处理组织 装脚布装布局 所以我觉得这是有可能 因为这场选举坦白讲 这场选举对国民党来讲 我觉得他是一个什么呢 报复性的选举 什么叫报复性的选举 就跟他现在要在各地 去报复性的罢免一样 报复性选举就是说 他们在上一次 他们的韩粉心目中的 这个韩总 他被罢免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不是要用这一次 来串起这个力量 说我们要讨一个公道 我想这个是唯一 李梅珍他的选票的来源 我不觉得李梅珍有其他选票的来源 所谓的中间选民年轻人 这个不是他拿得到的 第一个他过去的问证没有时机 第二个大家也不认识他 我想他找蒋万安下去 是因为蒋万安比他有名气 就是坦白讲 高雄市长的选举 这三个候选人 无意正当是比较资深的 大家还知道 李梅珍当然没有人知道他 那只有陈其迈确实是 他的格局 跟他的分量 跟他的学经历 跟他的从政经验 是最完整 那我必须要讲的是 李梅珍 这个他最后的选票 坦白讲就是 就是韩粉的选票 只是韩粉的选票 到底是如他们所定义纲 宇嫂老师有提到 说没有罢名都是他们的票 我们就来看看赵伟 没有罢名有多少是你们的票 那韩国瑜的门槛 抱歉 这个陈其迈门槛 当然在于说 罢名的门槛 他上次选举的门槛 以及这个这一次这个 对 就是这几个票数 当然是他的门槛 是怎么定义他未来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这个选举大概毫无悬念 就是说坦白讲 应该陈其迈会当选 是没有问题的 关键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是这样 包括这个吴义正 包括李梅珍 他们都不是局内人 我觉得这场选举 只有一个局内人 三个局外人 哪一个局内人就是陈其迈 他就是一个背负着 因为他上次选输 然后这次很高的期待 但很高的期待 要冲高他的票数 这是最关键 因为大家都觉得会赢 会赢的票 那你又没有很强的 对立之下 比如年轻人会不会再一次 要买高铁票回来投票 这是一个关键 所以他是票数的多寡 所以我说只有一个局内人 那三个局外人是谁呢 第一个就是柯文哲 我们看到柯文哲是不甘寂寞 你看今天就要下去 帮吴义正站台 坦白讲柯文哲在意的是什么 从这个罢免之前 他都要提到 有可能蔡壁如会下去 然后到罢免之后 他们又提出这个 什么蓝白的这个要合作 然后蓝白合作没有 破局之后 他又在讲说 不要只有蓝绿 那奇怪了 你要谈合作的时候 你就说可以蓝白合作 然后人家不跟你合作 或者你合作条件谈不懂 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大概原资 可能比较清楚 你又说只有蓝绿 这很奇怪 那人家有颜色 你就没有颜色 因为你说你是白色 白色不是颜色吗 白色当是颜色 白色有一张 白色当是颜色 白色是所有光谱都可以 好我要讲说 他是第一个局外人 很关心这一局的 为什么 他看的不是 吴义正会被当选 他看的是要 在这一局的过程里面 能不能找出 他们未来民众党 立足高雄的一些基础 比方说有哪一些 里长也好 议员也好 也就是所谓的二军三军 就蓝绿都不要的 二军三军 从里面挑 在这次选战过程中 第一个去挑人 作为他下一次布局 高雄市市议员的 选举的这个基础 第二个是在这个过程 他不甘寂寞 他一定要不断的有声音 事实上我们从 疫情开始到 像我们可以发现 柯文哲就是这样 始终要维持他的声量 他要把他声量 维持在一定的热度 所以我说他是一个 不甘寂寞的局外人 第二个不甘寂寞 局外人是谁呢 坦白讲是朱立伦 事实上他最近也动作频频 包括对于高雄市长的 提名这件事情 他有点小意见 不要说很多的意见 那他自己也到处跑了 非常多的行程 那他的格局当 坦白讲是比柯文哲要高的 柯文哲当想是 我高雄市长到时候 未来下一次高雄市 这次只是补选 那补选坦白讲 动员是比较难 为什么 因为补选 没有议员在选举 所以没有议员在选举 其实你那个热度 还是会有差一些 所以柯文哲的目的就是 我就是看下一次 但柯文哲的格局就高了 他的格局可能是 拉高他现在的声望 就好像看起来 国民党里面 只有他一个声望是最高 而且是这个让人民 社会觉得最有感 包括他来讲 这些国民党的改革的路线等等 所以呢 他是另外一个局外人 但他格局看了 就不会是你高雄市的市议员 可能是在铺陈他未来 也许是台北市 或者是更近的就是党主席 第三个局外人很焦虑 这个局外人特别焦虑 就是江启成 江启成是进退失据 罢免前 没有好好的去 也不敢 或者他没想到 或者他有想到他不敢 因为所有的氛围就是 你就是要力挺韩国瑜 你就不能说有输的可能 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你所有的选战 所有的政治布局 你一定要把所有的方法 所有的结果 各种想定的剧本都要出来 他完全没有一个预防说 要是这个韩国瑜被罢免之后 怎么办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 然后等到被罢免之后 蓝白合作他也不敢 然后大家在讨论这个人选的时候 他也没有太多的组件 然后他所提的要在地要年轻 等等的 其实这没有半个是他的人 他也没有抛出半个他的人选出来 他也没有未来高雄要展现怎么样策略 尤其现在的策略看起来就是 要让韩国瑜 李梅珍讲了 他要让韩团队回来 他要让韩团队回来 那你党装就更没有什么发言权了 你既然韩团队 韩团队韩粉又比你这个江启臣的 你的粉丝还要多 讲话比你还要大声 讲话比你还要大声 所以我觉得江启臣 他现在是进退失据 他是一个焦虑 很焦虑又不知道 找不到着力点的人 所以我说这个就是 一个局内人只有陈其迈 因为李梅珍跟吴正义坦白讲 他们只是这一局里面的棋子 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效应 两三个局外人 这三个局外人 各自有各自的盘算 而里面格局最高 看起来是朱立伦 然后最来其实是捣乱的 看的是下一次高雄市议员的布局 然后维持热度是柯文哲 然后最焦虑 最惶恐 然后不知所措 找不到定位的 就是江启臣 所以我这样看起来 我们这高雄的选举 这个结果大概没有什么 毫无悬念 但是这个结果影响到了 这三个局外人 反而是我们要特别观察的重点 来永宏说 这场高雄市补选 最焦虑的就是你们 国民党党主席张启臣 袁之远 你们国民党千挑万选 挑出李梅珍出战 那今天其实李梅珍 出席这个公祭的时候 很多大佬也都跟他说加油 但是袁之你好像 不是这么想的 对不对 袁之你好像其他 不过去友台 跟人家说 不错 拴着也没关系 反正以后还有立委可以选 所以袁之的意思是 其实李梅珍这局 不用拼也没关系 反正之后还有立委可以参战 其实我不是这样讲的 但是就被断章取义了 我们讲的是说 因为当初党中央是希望 不要提议员 然后有找了很多高知名度的 一些社会贤达 非议员的 但后来最后还是选择李梅珍 李梅珍他是市议员 选市议员的话 就会遭到一些挑战 比如说党内议员之间的 团结的问题等等 所以我那时候是分析了 大概十种 我应该要分析十种 就是选择李梅珍的特质 那只是其中一项是说 李梅珍他的选区 就是你非要挑一个 议员不可的话 李梅珍他的选区是 左营跟男子 那一区蓝营的盘子 比较大的 或许说他也可以累积能量 这一次市长如果没有机会 下次也可以选立委 那这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但是这句话就会放大了 还有办法出来选立委吗 我是觉得不太可能 选书无意证 我觉得 这么有信心 对应该不太可能 因为大家现在去质疑 比如说刚刚讲的 那个行程的问题 说他为什么 他现在没有行程 他没有行程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像陈其迈 他老早就坐在那边 等着要去来参加 高中市长的补选 他们在推动霸函的时候 他在当行政院的副院长的时候 就常常跑高雄 然后就是当副院长 但是眼睛都看了高雄 他已经想说 那个位置就是他的了 所以他早就已经 已经有规划跟破坏了 但是李梅珍 我们说真的 务实一点讲 他就有点临为寿命 他才几天的时间 那他现在 他本来是要去喝下午茶 后来突然被征召 也没有 他本来是 也不是说喝下午茶 你刚才熟 这是李梅珍自己说的 不是吗 所以议员没有follow他的事情 没有follow他的事情 就是说他 他也许忽然间被征召 那他需要一点时间布局 他一定是需要时间布局 那比如说 他的竞选的组织的架构 到现在都还没有确定 他的主委是谁 总干事是谁 谁帮他操盘 那党中央不用帮他吗 党中央就是挑这么久 而且你们不是说 也做了民调 当初都没有准备 让他这么仓促就上场 党中央当然要帮他 但是候选本身还是最重要 所以他现在一定很忙 你不是说他没有公开行程 他就没事干 他现在一定是非常忙 那你看陈其脉 其实我看到今天行程 也是硬牌的 去关心志宏池的进度 你去关心跟不关心 差别在哪里 你是有找高雄市政部 陪你去关心吗 因为志宏只是市政部的进度 你有动用行政资源 去帮你做解说吗 还是你只是去那边看看而已 其实这也是一个 硬牌出来的行程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在做什么 反正选举就剩50天 你怎么样去把这50天 做妥善的运用 那个是所有候选的智慧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说 我去批评你的行程 你去批评我的行程 我在这50天 我只能够选上 那是我的本事 我怎么安排 我会把这个时间 做最有效率的运用 那再来就是说 像陈其迈去攻击 所谓的李梅珍 说李梅珍要把好的团队找回来 然后陈其迈说 这个叫做 没收6月6号罢免结果 对于这句话 我也不是太同意 为什么 因为像你看 我们大家都知道说 这次罢免韩国瑜 其实很多人是针对 韩国瑜本身 但是对于韩国瑜团队 其实没有太大的意见 像韩国瑜的三个副市长 都是部长级的 我有很大的意见 那个人有意见 绿的有意见 我没有意见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 比如说像李四川 李四川你说他是谁的人 他是在高雄服务过 没有错 这是朱立伦的人不是吗 他其实最早是马英九的人 他在台北市政府的时候 他就做过马英九下面的政务官 后来周锡伟当台北县长的时候 去当周锡伟的副县长 那又当朱立伦的副市长 他还做过行政院秘书长 他还做过国民党秘书长 那韩国瑜去当高雄市长的时候 他去当高雄市的副市长 他经历非常丰富 他是一个很好的政务官 一个文官 所以以这样的人才 那当然如果你愿意去帮李梅珍 李梅珍应该是求之不得 那另外像叶匡时 陈雄文他们都部长级的 这么优秀的部长 愿意做你的副市长 本来就是非常优秀 像朱立伦另外一个副市长 侯友宜做警政署长 现在他当市长也是当得非常好 所以他们有非常好的行政历练 跟他的经历 这种团队当然要运用 所以我觉得陈其迈 不要讲话尖酸科普 你现在已经洗刷了之前那种 我是你老板 五四你八八的那种尖酸科普的形象 已经走向所谓的2.0的暖男 那你就要坚持到底 你不要这样子 好像之前走暖男 然后现在又要一副就是 哎呀这回收 电场大家都举牌了 因为我们意见不同 大家互相尊重 所以我觉得你暖男就暖男到底 大家互相尊重 我用什么团队 不要来批评 如果你要来批评人家的话 那人家也会批评你 大家也会很担心说 陈菊团队复辟 陈菊如果做的真的很好的话 2018年陈其迈怎么会落选 陈其迈落选就是因为 大家不要说什么 韩国瑜 我们也不要神话韩国瑜 韩国瑜好像很厉害 所以大家都把票谈韩国瑜 不是 韩国瑜也讲过 韩流就是明星跟明月 一定就是造成的部分 韩国瑜真的很厉害 一定 我说韩国瑜真的很厉害 一定就是因为 韩国瑜讲话一针见血 说到高雄人的痛 可是高雄人的痛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高雄市政之前做的不好 所以他才有办法一针见血 那你陈其迈因为这样子落选 然后你又在那边批评 批评东批评西 那人家也会很担心 你现在你出来选举之后 陈其迈的团队会不会回来 会不会重演2018年 大家心中那种痛 就不用批评来批评去 然后现在大家开始 攻击李梅真的爸爸 我真的觉得奉劝民进党 不要攻击李梅真的爸爸 因为如果今天要赞爸爸的话 陈其迈也不见得会 赞上风 2005年那时候高雄市捷运局 发生外劳事件 谁下台 陈其迈下台 陈其迈的爸爸 也因为这样子被调查 要来赞爸爸吗 这选举我觉得是要走一个 比较高格调的选举 给李梅真念时间 陈哲南已经离开政台很久 但是李梅真的爸爸 从来没有离国高雄市 这就是最大的差点 李梅真爸爸是陈其任用的 是陈其找他来当 国泰公司总经理 如果他那么烂的话 陈其干嘛用他 我想跟议员确认一下 所以现在国民党 打这场选招你们定调 就是要把韩贤市府的 这些团队找回来 你们主打的这个定调就是这样 现在还没有什么定调不定调 所以你看李梅真 他也是忽然被问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还没有想过 他还没有想过 第一时间记者 他被迫等大人都没有想过 被迫等大人 我觉得不是啦 就是说 你不能说他 李梅真讲的时候 你就说他是突然被都麦问到 他这样回答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刚刚所有讲的 那个就不算数啦 你突然说李四川 或者说叶框 这个都不算数啦 因为显然不是他身私守略 没有他有讲过 他有讲过吗 当初他的 李家分的闺蜜也是团队里 那如果这个团队这么好的话 他市政就没有问题啦 市长韩总放心的选总统 市政依然推动很顺 问题就是市政做得不好 他又不是说 整个高雄市的团队 全部找回来 好的人才本来就要运用嘛 对 我说 你如果要说李梅真是因为 突然被问到这样回答 他也没有准备好的话 那你就不能去说 韩国语 没关系 李梅真有没有准备好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待会儿回来 我们继续来讨论 两人在台上 你农我农好亲密 陈其迈找来人气王吴一农 担任竞权总顾问 来因当然不想输 放话要找颜值更高的安安来助阵 他颜值更高 所以其迈哥那边已经派出农农了 所以我希望一直跟那个万安委员 所以我们也要派出安安 蒋万安回应考虑加入竞选团队 这也代表才在今年初立委选战中 对决的吴一农和蒋万安 有机会要再战一回合 回顾当时两人在台北市第三选区交锋 争取连任的蒋万安 对上首度参选的吴一农 选情一度告急 最后吴一农拿下百分之四十五点四的得票率 虽然输给蒋万安的百分之五十一点四 但两人得票率只差百分之六 双帅对决 吴一农落选却也打出高升量 这次南下高雄要吸引农府站出来 各党推出来的候选人 对高雄未来有什么承诺有什么想象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其他服选的人都是都不是主角 两人从台北缠斗到高雄 港都要上演双帅再对决 高雄市长补选可说是话题不断 好真的是话题很精彩 我们来看到陈其迈先找了吴一农 当他的竞选团队的顾问 好那现在李梅珍苏朗姆苏丁 他还要找蒋万安 我们来请教明佑 因为刚才永宏有说 就是李梅珍找蒋万安 可能是因为这个安安人气比他还要高 我觉得是这样 国民党现在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的选战 那个策略完全不清楚 团队也不够扎实 这个是在高雄里面 让大家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 也让大家非常意外 你可以知道说 陈其迈跟这个笼笼合体 那个之前网路已经开始在宣传了 然后新闻也发了 然后变成营造一种气氛出来 那个氛围是非常重要 因为那个就是一个棋手势 可是李梅珍呢 他代表的是一个最大的在野党 在南台湾的插起 可是为什么 他看了陈其迈这个动作之后 他才要去找蒋万安 蒋万安才要说 我也考虑来加入这个团队 我认为 这种营造出来的东西 或者是民进党做 然后国民党跟 这样子不会拉高他的气势的 回到刚才的话题 因为我认为说 一个团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包括说我这两个多月的选战主轴是什么 因为我知道会输 我可能会输 可是我要冲到第二名 那我的选战主轴是什么 我那时候在监棍选区选举的时候 其实我也知道 这个太悬殊了 因为是一个七三笔的地方 可是我的主轴就很简单 我一定要拉高民进党的票数 我认为李梅珍应该有这样 当仁不让的一个气度出来 如果像原子讲的李四川那么好 早就应该布局让李四川去选 把整个团队让大家更认同 可是没有啊 后来用一个李梅珍出来的时候 国民党很多人就没关系了 包括他们的李梅珍的就去补补了 那是什么 那就是台风嘛 台风跟台北所看的观点不一样 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装期望你在做什么 因为你是高雄市当部的主委 照理说郝酸银的行程 你高雄在没有团队之前 就是市党部应该要进驻的 结果你市党部也没办法好好安排行程 你今天包括所有抛新闻的谈餐 抛所有的话题 为什么陈其迈我跟各位讲一件事情 陈其迈跟上一次差很多的是什么 他不这么敌对 他有一个非常柔性 非常高EQ的态度 因为他唤醒高雄市一件事情 我们只需要一个正常的市长 让我们的市政能够赶快上轨道 没有啊 国民党是因为很多的结构性的问题 逼不得已派出了一个李梅珍出来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检视一件事情 国民党我上次一直在讲 国民党在高雄基层还是过半 可是为什么这些基层 没有好好的出来帮李梅珍泡沫呢 这个是大家要去讨论的一件事情 因为一般我跑选举的时候 你要说你地方才 因为派选业很复杂的 你要去找这个行政也不对 找这个行政也不对 其实最简单的 市党部他就帮你去调 国公所理所公共的行政 你就去走啊 你就去市党走啊 你就去保里的华当中心走啊 这些东西要安排很简单 你说要象征性的 其实很简单 你就营造出来说 我们这些李党出来听我 然后去那边走这个行政 所以这个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说 这个选举的团队是非常松散的 我昨天看大家在问李梅珍的时候 李梅珍的好处是什么 他故意人啊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事情都他自己自报的嘛 包括要把韩国瑜找回来 这也是他自报的 当然隔天就改口啦 那说这个行程没办法跑 他说因为团队还没成行 我的老天爷 那你国民党不赶快去找市党部 去处理这件事情吗 而且这个市党部到现在在干嘛 够点点啊 我就跟你讲出来 我跟当中文协调 我们来征兆李梅珍了 我就跟你夾出来 这合理吗 这不合理 所以在民进党的选战策略很简单 这一次的罢柄算是公民团体 他们出来换旗也成功了 可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他们会超前部署 什么超前部署 我们可以去整合 我们可以把跨党派的整合 跨派系的整合 所以市党部早就帮他规划好 说未来你参与补选的时候 我可以帮你安排什么行程 各区的议员可以帮他安排什么行程 算计两个人合 这才看出来说 李梅珍代表中国国民党出来的时候 南部的这名义代表是不买单的 他这人合就出问题了 所以李梅珍也是无辜啦 有的人说他出来练杀包的啦 可是我必须这样子讲 在庄启望他领导的这个党部里面 难道没办法给他一份新闻谈餐吗 因为一个区议员 你说要变成一个全国知名度 不是跟选立委就不一样了 因为选市议员的时候 你的目标不可能会变成 因为经费你要承造你的经费就不太多了 所以你要拿出团餐来 跟我说我面对媒体 然后有人会去跟媒体接求说 你们可能会问到什么问题 我可以提供给孝参与参考 孝参与才去政客回答 或是远远的去回答 这些事情我没有看到高雄市党部 在做这件事情 国民党应该要赶快党中央处理 表示说是什么 这大家都不服 那另外一件事情 我还是要讲一下民众党 虽然他推出了吴义正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跟李梅正在正二三名 为什么要正二三名 因为很简单 民众党现在很聪明 吴义正当然他自认他自己比较中性 他可以跨党派 跨清明党 不要共产党好了 国民党 可以跨党派 跨民众党 可是高雄市的这些经纪兰 过去不是背韩国语的这些基本盘 这94万票里面的人 他有可能不投李梅正 因为你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希望去借重韩国语的团队的时候 这些人都会吓一跳 因为我是一个知识兰的时候 我会去罢免韩国语 我有可能是本来就是国民党的 可是我就是看不惯他的作风 没办法替高雄市带来建设 所以我去投这个罢免票 好你说这些人 他会去投给李梅正吗 不可能了 如果棋手是错就是错 人家说 起买金落买金 很重要的是说 你这个棋手是很重要 你连这个没办法做好事的时候 漫长的两个多月 其实说长不长很短 你两个多月 你还要把团队早期的时候 那你真的会哭 为什么你候选人永远是最急的 哎呀我存两个月的时间 没形成 人迈也没 人也没人 下架也没 要改也没就改 因为下架的人就给你 插毛膏了嘛 所以大家在不看好他的情况之下 民众党就像我说的 不一样 他就去吸国民党的血啊 未来的布局很简单 我觉得原知议员 某部分我是赞成的 如果跟民众党合作的话 就是引清兵入关 因为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 柯文哲他已经在布局地方性的 包括说这个 甘党的乡党的保险 他也去補局了 他也经常去走南部啊 未来特贵无意证这一段双棋 他只要争到第二名 未来在思议员的补选里面 张老师刚才讲到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重点 这些议员的代仗投靠吗 因为未来这个票 保险八月十五 这个保险出来结果就是说 哎呀国民党绕到第三名 选票大幅降低 比韩国瑜看白的那一百十三万 没带到投票的人 更少的时候 哇哎呀 有很多议员就开始会浮动啊 这些浮动有可能就投靠到 民众党去了 未来二零二年这一场选举 才是考验 所以我认为说 国民党现在我站在一个 比较平良心的政治评论 公平去看一件事情 你国民党的市党部 要赶快动自外 你国民党中央要赶快借降下去 你不能单靠 还要去打着韩国瑜这个招牌 三四十万不会是高票数 因为国民党评估韩国瑜还有三四十万嘛 三四十万不会是高票数 三四十万补选也不会当选 三四十万顶多一两席立委 所以国民党现在最重要一件事情 你基层还是过半的 怎么样去整合 因为我光看地方性的整合 派的他都没法照 表示说台名这个李梅珍 过度的什么炒算 跟南部的声音距离相当大 没有错 国民党这次这样赶鸭子上架 提名李梅珍 总理怎么看 因为这样听起来 蓝宁尤其是在地的高雄的基层议员 是非常不服气的 当然我们在这次看这个补选 我之前也提过补选里面 其实因为普遍投票率低 所以大家在这个投票率低的情况下 我觉得我一直觉得压力最大还是陈其迈 但是现在看到你看到民众党 国民党 我们先从国民党来看好了 那国民党这一场的补选 我其实觉得还是关系到国民党未来 包含2022、2024 因为可能这个关系到党内的一个权力结构的 未来的分配的问题 那我们看到这个李梅珍的这个反应 我现在他刚刚新闻说 他找这个蒋万安要来帮忙 那其实我觉得选举还有很忌讳一件事 抬教的比那个做教的还有名 你知道吗 这个主要是要来抬教的 结果可能大家 万一高雄市民都只记了说 蒋万安好像曾经来帮某一个人 说要来选举 可是却不知道那一个人叫什么名字 他可能选票上在找蒋万安在哪里 那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觉得在这场选举里面 我们还是不要忘记的一个 我们要回到2018来看 2018我们刚刚刚看到 韩国瑜的旋风横扫了高雄 可是在这个韩国瑜旋风横扫高雄的过程里面 我想过去有很多的分析 都是知道 2018年的时候其实在初期的时候 陈其蔓的这个民调还是大赢的 可是大概从8月份之后呢 开始在网路风向有一些改变 那这网路风向的改变其实来自于资讯战 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因素的介入 红色势力介入了 那红色势力要不要介入这次的补选呢 我想这个可能性还是会有 所以这个可能性会回到哪里 可能性会回到民众党 因为我们知道说 民众党就是两岸一家亲的论述 那现在国民党比较不敢再去提所谓九二共识 或比较不敢去跟提到 跟共产党的一些关系嘛 可是民众党比较没有在避讳 在可能他在 他的言行表现举止上 包含柯文哲里面 大家会觉得说民众党到底跟中国的 这个关系是什么 有没有讲得很清楚 我觉得可能 还是会有一些疑问 那另外在民众党的部分 我们就看到说 比如说刚刚大家也都提到 吴一郑也其实跟中国有一些 相当浓厚的一些关系嘛 那中国有没有可能 在借这一次的补选的机会里面 来观看说 好那台湾我看到 是万一如果大家都预测说 现在在普遍预测说 万一这民众党变第二名的时候 那我是不是应该在未来的 这个2022的地方选举 甚至2024的选举 中国要怎么布局在台湾的 这个势力的介入 那我觉得这个就会变成说 我们值得观察的一个重点 真的 其实现在国民党很担心 就怕代表民众党出来出战 这吴一郑可能会超车李梅珍 所以听说现在朱立伦也要出招了 我们广告一下 休息之后马上回来 陪着民众党高雄市长补选参选人 吴一郑拜庙 当主席柯文哲端午廉假没休息 卖力浮选 高雄 这官地票有很多 但这一家是代表性的 一整天狂跑14个行程 堪称铁人行程 被问到推荐吴义珍的理由 我觉得这样 民主政治就是挑一个比较好的 就这样 我认为在三个候选人当中 他应该是最好的 我个人在各方面的观察 高雄行程才结束 紧接着柯文哲用马不停蹄 赶往屏洞拉票 签名合照来者不拒 甚至有粉丝蹲在地上拍照 柯文哲在南部人气抢抢棍 让以无党籍参选的 堪定乡长廖国父 也信心大增 我们慢慢有开始在 真的是改变堪定的 感觉民众有稍微意识抬头 民众党想在南台湾攻城掠地 似乎也唤起国民党危机意识 传出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就建议 国民党可以提升自身的战略高度 以高雄服选李梅珍 台北监督柯文哲施政 像是大巨蛋案等 南北两路出击 来压制民众党在高雄补选 对国民党冲击 我相信柯市长 作为先任台北市长 包括蒋万安 包括罗志强 包括游书会 我刚刚碰到好多市议员 他们都很关心 到底台北市政做得好不好 尤其是这五大弊案 怎么会变五大怪案 我这个不用他定例 其实我们议会的议员 我要去我们台北市的议会的议员 所以现在顾的东西都是 都是有存在的 所以其实不用 朱立伦已经盯了 台北市议会的议员 早就把市政盯了 这里已经盯了 所以没关于就没关于 面对朱立伦出招 柯文哲老神在在 蓝绿白三党斗志也斗立 拼补选 开出红盘 我们来看到端午廉价 朱立伦呢 他跑去攻顶了台北市 第一高峰七星山 非常的开心 这个部分我们要请原机员 来帮我们分析 因为朱前主席他就说了 要检视柯文哲的施政 采用南北串联的策略 来给柯文哲施压 现在是不是国民党 真的很担心民众党超车 而且朱立伦讲这番话 其实乍听之下 很像江启臣应该讲的话 我觉得朱市长当然他还是 国民党里面政治能量很强的 一个政治人物 好像有点盖过江启臣的风采 会不会这样子 他也没有故意要盖过江启臣 他没有故意 他本身就是这样 大家的看法是这样 没有故意 你看爬个山而已 他只是带幕僚去爬山 拍个照片 但是网路上按赞率还蛮高 我刚刚看了3.8万 他当然非常关心国民党发展 那有揪你一起去爬吗 没有 李梅珍都没行程 他有爬山行程 江启臣没行程 爬个柴山也好 爬山好 那我觉得 朱前主席 他其实 你要是不是说流嘴的议员 没有因为他当过主席 朱前主席 朱前主席 他做的这些 他讲的这个事情 其实非常正确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民众党现在盘算的是什么 像我个人就非常反对 蓝白合作 为什么 因为看得非常清楚 柯文哲是没有中心思想的 一个政党 小党一开始都是靠一个政治明星 民众党就靠柯文哲 但接下来党要走的长远 必须要靠核心的价值 各位我可以问大家 请问一下民众党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你把柯文哲这个因素抽掉 民众党剩什么 民众党没有 民众党现在策略就是 我东挖一下西挖一下 他现在就是想要把亲民党消灭 你知道亲民党本来无意证 无意证是亲民党唯一 高雄一个市议员 现在被民众党征召 你有听过这种事情吗 亲民党议员被民众党征召 宋楚瑜好像事先 好像还不知道 宋楚瑜不知道就算 宋楚瑜后来在发现无意证被提名之后 亲民党发出一个声明 写三点 然后表示说柯文哲跟宋楚瑜没有见过面 第三点最耐人寻味 照道理来讲 无意证现在还是亲民党籍 亲民党应该要支持无意证 结果亲民党说什么 亲民党说李梅珍和无意证 跟亲民党都很好 所以呼吁高雄市民 你们自己做自己的抉择 他没有帮无意证拉票你知道吗 所以看得出来亲民党 其实是非常不高兴 在这件事情上面 但柯文哲没有因为这样收手 他除了去挖无意证之外 他还挖了高雄另外一个 仅存的亲民党的政治人物 就是前秘书长秦金森的女儿 叫做秦施燕 这秦施燕是谁呢 他之前曾经代表亲民党选过立委 现在也加入民众党 民众党现在就是想要针对亲民党 那除了针对亲民党之外 他还针对国民党 你看他挖国民党的什么谢立功 还包括我们以前做过 新闻局长一个杨永明教授 都被民众党挖过去 那柯文哲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因为柯文哲大家都知道 不能否认他是绿底出身 2014年民众民进党跟柯文哲 做两阶段民调 后来支持柯文哲出来选台北市长 他是绿底出身 可是他后来跟民党翻脸 他能够挖的民进党的票 能挖他都已经挖到底了 所以他现在开始攻击民进党 想要挖亲民党跟国民党的票 那我们国民党不能白白上当 国民党现在为什么会被认为 跟柯文哲走得比较近 因为放到以那个柯市长所讲的 放到台北市议会来讲 好像民进党的议员 对柯文哲的监督是比较猛烈的 比较猛烈的 但是相对来说台北市议员 对于我们国民党的 对于柯文哲的监督 就没有像民进党这么猛烈 慢慢大家就会认为说 你们国民党是不是跟柯文哲 好像比较好一点 那就给了柯文哲这样子 上下就是在我们国民党中间 这样子好像招手的空间 所以我必须要这样讲就是说 国民党必要跟民众党做出区隔 民众党到底有什么 他真的做得比较好吗 柯文哲说蓝绿都垃圾 但柯文哲他又比较好吗 他之前讲的五大弊案 五大弊案现在在哪里 五大弊案变成五小弊案 五小弊案变成五个案 五个案现在就通通变得没有案 第一届柯文哲是除弊 他用除弊当作他的号召 第二届柯文哲你有什么 议员没关系 柯文哲民众党的事情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等一下回来继续来讨论